12年国教 但是看到有32.3%的人认为应该要暂缓实施 在这个比例其实也是相对是接近 支持如期来推动其实也没超过五成 所以江委员这个方案乱成这个样子 但是您刚才我们试一下聊到了 他非得走不可了 因为总统几年间就喊出这个话来 大家都在准备 应该这样讲教育部基本上 事实上在这几年已经在望下的国中 跟望上面的高中 比如说高中的部分优质高中的认定 还有一些学校的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增加 望下的国中其实都有在做一些铺陈的工作 那你现在尤其像今年我想很多 如果有入学的孩子 国小生国中 国中生高中的学生 事实上这个部分已经都比较过去 北高两次的说法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老实讲这个已经都在推着走了 真的没办法回头了 没办法回头 我的心来他只要硬头硬下去